两个对抗啊太激烈 放王调后场 乔劳坦直接劈掉往前 小天输了 小天直接出局了呀 这是2020年中赛小组赛最后一战 昨天成迎战乔劳坦 其实在赛前 小天就已经提前出局 所以这场比赛对他来说确实是无所谓了 但是不服输的小天这场比赛 一旦打得非常努力 打出了一场精彩对决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局比赛上来小天被打得有点懵 这个跳起来也是歪得如此离谱 对角 哇 这边烧掉 这怎么打怎么丢分 这个球就能直接盯在了地板上的 最终会决定这个小组究竟谁能胜出 继续食物 小天第一局有点崩盘啊 哇 这个烦 怎么打怎么有了 乔拉坦直接9比1开局 虽然后面的小天疯狂追分 但是前面挖洞太大了 自己又是一个失误之后 乔拉坦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最后又是自己的失误 小天快速跌到第一局 本来以为这场比赛的小天就这样要结束比赛 但是没有想到 第二局的周电城突然就爆发了 高质量的冲往后 直接一个跳杀得手 又是一个跳杀得手 反而是乔拉坦换边了之后 突然路通不会打球一样 大角度的跳杀对角状态真的出色 第二局比赛跟第一局比赛一样 只不过双方换了一个人 又要逆转对手 我看今天会不会再次出现 发护场也骗到了乔拉坦 乔拉坦又是一个初戒 小天11比2 领先结束这么段 那这个第二局自然就没有悬念了 这周电城也还是不容易 他整个团队应该一共就三个 哇 这几拍真的是 小天这是打得很放松的 随便打 漂亮 太帅 乔拉坦这个背后防守有点神奇 小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哇 还是 起球 这个球具来是一个压线球 小天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现在就看乔拉坦是继续熬战 还是说战术性 最后小天也是轻松来下第二局比赛来了 最后的决胜局 或许真的是体能问题 小天在决胜局的下半段比赛 又是突然的掉线 接发球直接出界 这种简单球也出现了失误啊 终于来了一个跳杀的手 又是这种低级失误 其实这种低级失误 小天平时很少出现的 这双打的平手快打啊 嗯 这两个人已经是双打选手的速度了 还是乔拉坦明显更快一点 交换场以后中间场的比分被拉开了啊 继续出界 这球很明显的接地球 乔拉坦拿到比赛的赛边 由此往下推精神分 每一局比赛中 你赢的分数减的输 不过小天依然没有放弃 继续在努力追分 他对待每一场比赛都是一样 哪怕直到自己已经出局 依然还在认真对待 又是防住了一拍 小天继续追分 两个对抗啊 太激烈 最后的这个吊球 最后一排双方非常激烈 瞧了坦后上的一个批掉得手 顶住了压力 成功拿下周天城 而小天非常遗憾 总结赛舞台遭到了三点半 直接出局 其实这次的总结赛 小天个人的状态真的不对劲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老辣 小天城 这次的总结赛 小天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